這次State of Play到底有沒有料? 哈囉,我是SKY,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大家應該都知道吧 索尼原本預定會在一年裡面開 至少一兩場的展示會吧 去年好像都很默默的 都沒什麼消息出來 我個人是覺得 當時真的是沒什麼遊戲嘛 開展示會也是被罵爆 那段時間我記得網路上 其實有不少人都有 特別為這件事情做一個分析 那也是很久沒開了 前幾天知道他們終於要發表了 我滿心期待的 想說有什麼幾個強的吧 結果還好啊 呵呵 我覺得是很落賽的等級 的確是有幾個強的啦 例如我對其中一款生存的VR遊戲有興趣 當然還有惡靈古堡4、快倒旋風6、博德之門3 這些都有釋出新的預告片 比較重點是久違的自殺突擊隊 這次在整頓影片直接占了將近快20分左右 看得出來華納兄弟因為霍格華茲的成功 得到很高的聲浪吼 這次也是想要讓自己最強的工作室祭出最猛的強作 那我們就來趕緊看看這次的展示會 到底有什麼遊戲可以知道 The Farglance 它是以Rockline作為基礎開發的射擊遊戲 在遊戲裡面我們是一個跑者 因為生活周遭跑出不明的霧氣 必須要去幫忙去避免你的鄰居受到傷害 還要幫助他們血入逃跑 看看這個迷霧到底是哪裡跑出來的 不過因為就是一個未知的地方嘛 所以進去之後有可能會死 死完就要就要重來就是很典型的肉哥要素的遊戲 不少人說VR就差肉哥的遊戲 這次真的出了 畫風走我比較美式 不知道大家看完是什麼感覺 我是可以試試看 可是似乎是只有英文 這點我可能要觀望一下 Green Hell 這是一款以亞馬遜雨林為主的擬真類生存遊戲 你必須要在這片雨林裡面 學會生活、打力狩獵、自取自足 就是很典型的生存遊戲 不過其實它早在2019年就已經有推出了 只是當時發售是單機遊戲 後來才說要以免費低遊戲的方式推出 給大家玩多人合作 那這次是出了一個VR的版本 重點是 VR好像沒有多人啊 我覺得這類的遊戲沒有多人真的很可惜耶 轉頭看看發售沒幾天的陰森之子 就很猛啊 又多人又建造 不過Green Hell 算是我在VR遊戲裡面比較期待的一款 自從有了VR之後 就越來越想看到底有什麼好玩的 Synapse 這款是以射擊跟超能力為主的遊戲 一開始我看到預告片 當下會覺得它就是一個爽game 拿著一把槍加上類似心靈傳動的超能力 制服那些擋在你前面的敵人 不過因為有時候預告片 總之會有幾步是只單獨釋出戰鬥而已 所以現在看也是說不太準 加上製作團隊過往的作品 Phantom Cobalt Ups 就是一款潛行的強作 它有在2019年的遊戲評論家獎 然後有拿到最佳VR 所以雖然預告片看起來好像是沒什麼好玩的 但是在國外的聲浪 似乎也是挺有份量 Journey to Foundation 這是一款以太空射擊為主的VR遊戲 在遊戲裡面你是一個銀河系的間諜 因為上集叫你去滲透一個叛逃者的組織 你必須要在裡面看看 組織到底在亂搞什麼 但是因為你待得太久了 是因為產生微妙的變化 最後看你要當一個背叛者 還是要乾脆直接加入叛逃者的組織 VR我最近看起來 種類真的是蠻多太空或是銀河系的遊戲 畢竟我們並沒有錢可以真的上太空 戴個VR頭盔看看宇宙邊境 好像也是蠻爽的 Before your eyes 這是一款體驗式的VR遊戲 那體驗什麼呢? 體驗你可以重新有一次家人 然後重新有一個初戀情人 還有很多其他不錯的珍貴回憶 這遊戲我覺得玩起來應該會很折磨吧 體驗有初戀情人 拿下頭盔還單身怎麼辦? 呵呵 比較特別的地方是遊戲是完全不需要控制器的 只需要用PSVR2的眼球追蹤技術 來決定整個故事的走向 看得出來它其實就跟童話故事書比較像 前陣子我是有玩過類似的Mousebook 也不錯玩 不過不要想說我說故事書 你就拿給小朋友看 雖然整個樣子是很適合 但小孩子太早帶VR 會影響眼睛的發展 我不建議喔 那前面這五款都是VR類的遊戲 接下來就是還不錯的一些搶作 天秘2 光雨年代 這款先前我們聊過很多次了 最近要在3月1號上市 又是邦菌目前的主打 所以理所當然 這場發表會 必定是要來置入來廣告廣告 不過這遊戲也是很久了 只要有大型的更新 就會有各式各樣不同的副本 還會有武器 裝備上面的新花樣 也是讓不少的死忠粉絲 一直不斷支持下去 7R 它是一款以開放世界動作冒險基礎去開發的遊戲 遊戲內我們會在一個星科尼多尼亞作為主要地圖 這裡受到一個名為Mavala的獨裁者統治了 必須要想盡辦法脫離它並且拯救自己的父親 也不知道為什麼這預告片看起來跟介紹完全不同 要是沒有簡介 我還以為是那種種菜、公益、羊羊小動物之類的遊戲 還好我去製作團隊的Youtube看了一下實際試玩 雖然畫風可能不是很對到大多處人的口味 但是動作跟自由度其實都還算不錯 有時候看到鳥可以附著在上面 就連燈也可以宰在怪物身上 比較Key的地方是 這款是完全不需要花費 它是首日會在PS Plus升級會員裡面 如果你本來就有的話可以來試試看 然後這次展示會也順便把3月的PS Plus 陣容公佈出來了 相信3月會員的遊戲就是戰略風雲2042 然後我的世界、地下城、嗜血代碼 可能會進PS Plus的有 紅彩6號、徹底禁區、奇亞、芬妮克斯傳說 秘境探險、盜賊傳奇合機、鬼縣東京 到時候我也是會一併統統到電玩杯蝦塊裡面 然後詳述這些遊戲是在玩什麼鬼 接下來換到下一款Humanity 它是一款以迷宮編輯器為主的策略遊戲 在遊戲裡面人類不知道為什麼了 迷失了方向不知道要去哪裡 那我們在這個世界裡面 變成一隻會發光的柴犬 還是人類最後的希望 必須要指引他們逃出生天 以前有款遊戲跟這個有點像 是以多的面積去佔你少的面積 這款就只是讓你多了策略 有時候可以拿類似武器的方式攻擊敵人 而且雖然它主打是別人創建的地圖 你也可以玩 但感覺對現代玩家並不是很對口味 你要是看完有興趣想試試看的話 今天已經推出現實demo了 有時間再來搞它吧 在電火山高校 它是一款以電影敘事類型的冒險遊戲 在遊戲內我們是一個即將畢業的高中生 但是因為自己的音樂團體怎麼樣都哄不起來 所以為了要讓自己的親朋好友 能夠在畢業之前有一個好的回憶 我們要在這個有限的時間裡面 把想做的事情給搞定 那為什麼是有限呢? 因為他們即將要世界末日了 所以才會想要趕緊把這個事情給完成 火影忍者終極風暴 羈絆 這款是以格鬥主打的劇情導向遊戲 不過終極風暴前陣子就推出合集了 這次又再推出一個版本 我想其實也是很多人滿頭問號 撇除他是慶祝動畫推出20週年的作品 這次主要是匯集過往所有角色 總計124名 預告片裡面有看到兩個新增的新忍者 還有首次在PS5機台上面支援60fps 聽說這款也是有新的原創故事 你要是怕遊戲跟前幾座差不多 買到有點浪費的話 我覺得可以先看其他玩家玩樂 之後再做決定就好了 博德資本3 三代自從推出EA過後 也過了兩年快半了 最近終於要上一個正式版了 我感覺很多熱衷粉絲應該會很High 他主打就是策略加上回合制的角色扮演遊戲 你可以控制單個或是團體的角色 進行防守先攻 再加上這遊戲還要考量到地形的限制 比如說你想要你的角色 從懸崖A跳到懸崖B 一個沒跳好 那個距離沒抓好 就會直接摔死 想險行沒問題 只是如果你不是在屋簷下面 是在陽光底下 被發現的機率就會大幅提高 也就是說你要考量到地形 還有移動跟動作 來去決定下一步的選擇 算是一個比較擬真化的策略遊戲 所以最近他才會這麼受歡迎 WinFinder 這是一款多人組隊的NNO RPG遊戲 在遊戲裡面你可以選擇五種職業 有類似拿大劍爽砍的劍士 也有常用火焰反應敏捷的射手 比照過往的遊戲 會比較像是魔獸事件那樣 多人組隊一起打王打副本 最後拿到寶物大家來分 那也不用怕找不到隊友 因為遊戲內有特別設立的社群大廳 屆時可以跟隊友溝通好 之後再開考 你有親朋好友的話 這款是PS有釋出獨家的BETA測試 可以一起玩看看 然後好玩到時候就可以入坑了 快打旋風6 快打旋風的預告片過往釋出的片段也是蠻多的 就是一款以格鬥為主的經典強作 這次主要是丟出三位的全新角色 也釋出遊戲會在今年的6月2號發售 如果你是想要先了解他們的過往 PS官方網站也是有清楚解釋的 可以先看一下 惡靈古堡4 重製版 這是一款以恐怖為主的射擊遊戲 我們在遊戲裡面即將扮演一名 世界上最高興的探員李昂 這次被賦予的任務 就是為了要拯救總統的女兒艾斯莉 預告裡面看得出來有單能跟雙的冒險 而且這路易斯這次竟然可以活得這麼精彩 我就問幫他加戲也太爽了吧 艾斯莉雖然也是很美 但不知道為啥出場機率會這麼少 拜託不要 我就是衝著這個妹子錄坑的 也不要忘記這款前幾天才正式公開 已經正在做VR的版本了 我已經躺好了 艾斯莉你可以往前走了 自殺突擊隊戰勝正義聯盟 這款是這次State of Play 放最長片段的遊戲 遊戲內我們知道的那些低星英雄 都被魔神腦給控制了 他們都被不知名的力量給吸引了 開始大肆破壞世界各地 這次預告片還特別登場了 神力女超人逼迫閃電俠說出怎麼解決這個方法 那這次釋出的多人合作 聽起來有點像是大家可以同樂的玩法 可是看預告片好像又只是單能操控多人的感覺 這部分可能要等正式版或是更多資訊才會知道了 不過我比較好奇的是 這次釋出的畫面 整個節奏超快耶 感覺好像是用鼠劍去玩的 拜託到時候手把 希望也可以跟上這個節奏才好啊 OK那這支影片就差不多到我們結束囉 這次State or Play 老實講基本上是沒什麼太大的變化 跟一兩年前的展示會不太一樣 看完我是覺得 還好我睡過頭了 沒有趕上第一時間看這場展示會 因為實在是太low了吧 基本上就是影印知道的那些遊戲 真正有強的也都還是已知的那幾款 那我還是把它介紹給大家知道 畢竟我相信一定會有人想要了解了解 這次展示會到底有沒有料 不過大家這次看完覺得怎麼樣 這其中有你喜歡的嗎 還是你跟我想的一樣 都可以留言來跟大家聊聊 感謝你把影片看到最後 離開前不要忘記幫我點個讚 分享出去 或許你身邊的朋友對這場展示會 也是很好奇 這部影片完全就是可以分享給他 我是SKY,我們下次見 各位掰掰 我們下次見 我會忘記! 叫你 感谢观看